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上心灵精神灵魂塔罗牌生育卡 圣女生育卡 还有字卡 总共有三个选项 都是不一样的高点 对应这次主题凭着目前的直觉 心装想着温度的大 假如现在的你想带一样高点给对方 当下的你会选择哪一样呢 选好了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 下集准备好了的时间走 这次要测的主题是 他想告诉你什么哦 hello 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次要测的主题是 他想告诉你什么 抽神域牌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 他现在想告诉你什么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他现在想告诉你什么 好了 一组 提牌卡 来看 他说他需要一些不足时间 心里别胡思乱想 他对你的爱还在 他很珍惜这段感情哦 跟你过去所经历的一切 他都记得 对你是自在必得的 他一定要让这份感情有一个好的成功的结果的 请你耐心以下给他一点时间哦 他有这个计划 想跟你就是表白 或者是让这份感情更上一层楼哦 可以选到第一组这个人 他现在想告诉你什么呢 他说亲爱的 他现在之所以会好像不见踪影的 就躲起来的 不是不在爱你哦 他只是需要一点独处时间 请你别胡思乱想 跟你之间的回忆 他都一直很记得 他很珍惜这段感情的 对你他自在必得 他一定会让一切问题都被解除 然后跟你走向成功 请你给他一点时间耐心的等候一下哦 看塔罗怎么说可以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他现在想告诉你什么呢 他想告诉你什么 他想告诉你什么 他很多话还未告诉你 很多话想告诉你 想跟你说 他已经把你看成是他的恋人哦 对你是认真的 跟你在一起 对你付出的都是真心诚意 真心真意的 对你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哦 他还是很记得 出自爱上你的那个感觉 他会慢慢学习做得更好哦 若你对他有什么不满 你都可以提出来 大家一起学习 你的事情 他都一直在留意着 虽然表面上看不出 但他其实真的有把你放在心上哦 真的有在关注着你的事情 他很用心的在经营这份感情哦 对你他非常满意 请你自信一点哦 你就是他喜欢的类型 保持阳光正面 自信 那个才是最有魅力的你 别胡思乱想的 你们感情一点问题都没有哦 他还是满满的爱向着你的 他整颗心是对着你的 你的烦恼根本不存在 你所忧愁的问题根本不存在 别把他抓得太紧哦 你不用把他抓得紧紧的 他已经属于你了 给选到第一主义陶洛派卡来看这个人 他想告诉你什么呢 他说他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要跟你说 有机会他会告诉你 那现在他真的需要一点空间独处哦 别胡思乱想了 你是他心中的梦寐已久的那个梦中情人哦 你在他心中有一个很稳固的位置 他已经选择了你哦 你就是他的恋人 想走一辈子的恋人 保持阳光自信 幽默感 这样子的你 才是最有魅力的你 他对你的热情是一发不可收拾的 他还是很记得初次爱上你的那个感觉哦 放心吧 你们感情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对他有什么不满的 或者是需要进步的地方你都可以提出来 要大家一起互相学习 一起进步 他整个心是向着你的 他说除了你 他没有考虑其他的对象的 虽然他没有很明显的表现出来 但其实他有暗中一直有在关注着你 留意着你 你的事情他都懂 他知道的比你认为的还要更多 问题根本不存在的 别一直就是令自己那么烦恼了 他很用心的 全部注意力就在你身上哦 只想经营跟你之间的感情 你只需要给他一点空间哦 就不用一直什么的紧紧抓着他 控制他 你放心吧 他的心已经属于你了 康茲卡怎么抓给圈刀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康茲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会为你等待 他愿意给你时间 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呢 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 就算我们大家都变得老了 满脸皱纹了 他对你的爱还是那么的强哦 现在他会做好准备 太过的认真 给他一点空间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们的快乐时光哦 当他最低落的时候 你依然对他不离不弃 这个是很可贵的 好想照顾你哦 但他现在可能有心无力 他需要去赚钱处理他的经济状况的 不知道一切会太晚吗 希望不会太晚哦 为了能够跟你在一起呢 他什么都可以舍去 请你相信他 他有把你放在心中的第一位 你就是他的火 你就是那个给他动力 活好自己的人 给选到第一主意资格来看 他说 亲爱的 他愿意给你时间哦 他愿意为你等待 这份感情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 如果你就是需要一点时间 那么他愿意等哦 他不想放弃 他还是不想放手 他对你的爱是永恒的 到大家都老了 他还是会深爱着你 他现在可能很多有心无力的事情哦 想要照顾你 但他可能收入有问题 金钱状况出现了问题 所以他不敢给你太多的承诺 但不代表将来不给哦 就给他一点时间 别逼得太紧哦 当他最低落的时候 你对他不离不弃这个感情是非常可贵的 不知道一切会太晚吗 他现在想要你相信他 为了你他可以牺牲一切 舍迹一切 没有什么比你更加的重要 你就是他的火 你就是给他动力 活得更好的人哦 看中文字 看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一主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 你是人群中最耀眼的心 但却不属于我 他总担心你是不是还有其他追求者呢 我们都怕痛 大家都怕痛哦 再多一张 走了就别后悔 他希望你别走哦 接着呢 看这个神域牌 该有什么建议呢 抽三张 给选到第一主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 发挥你的才能哦 你的强项是什么呢 拿出你的想象哦 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过你喜欢过的日子 天堂跟地球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所以你能够把天堂的能量带到人间吗 就是让自己保持那个充满爱的正能量哦 还有就是 爱自己要爱惜自己 才能够引来美好的感情哦 要懂得爱自己 才能够吸引爱你的人 接着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一主一起来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 拿到的是保健皇后牌卡哦 可以跳出框框的 客观的看事情哦 保持独立 然后客观的去做你的决定 然后保持幽默感哦 别太严肃哦 对方就是在沟通的时候可以多点微笑哦 虽然话题可以很认真 但也要保持那个和谐的那个气氛哦 好啦 这就是给你选到第一主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与对方将来会引来更多有趣好玩的事情哦 还有祝你好运一切如你所愿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哈喽 给选到第二主 感谢你的到来 最佳上我的主题是 他想告诉你什么 抽成预备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他现在想告诉你什么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给选到第二主 他想告诉你什么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说 实在有太多的事情 不是按照的计划精神的 很多事情不是他想要发生的 他也不想某些事情发生哦 希望你保持正面的 去相信你们感情 面前还是有很多散散发亮子的 期盼的好事可以发生哦 希望在未来的 他每天都祈祷盼着 能够跟你见面 能够跟你修成真果 你是他的一切 有你 他才会完整哦 他要跟你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给选到第二主这个人 他现在想告诉你什么呢 他说 过去实在有太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 但他也是受害者 他也不想一些事情发生的 请你保持正面的去相信 这份感情还是会有 散散发亮的未来哦 他每个晚上都在祈祷 看着星星月亮的想着你哦 很希望你们感情 可以走向圆满的结局哦 他要与你有一个未来 有一个结果 好的结果 看塔罗怎么说 你选到第二主 他想告诉你什么呢 他说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哦 大家一起合作的把问题解决 一定能够解决的 不要放弃 难道你忘了过去甜蜜的日子吗 过去我们是那么的开心 所以你就是多多包涵哦 他可能有些事情做的不够好 但他会慢慢的变得更好的 他好在乎你哦 他整颗心是向着你的 他不想失去你 他真心爱上了你 我们就一起往前看吧 别再一直想着过去的 不愉快的事情了 他知道他自己就是一个 不懂得说情话的人 不懂得去说甜蜜语 逗你笑 但他真心爱着你哦 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呢 你怎么看他呢 好想要冲向你 即刻马上出现在你的面前 去见你哦 他好想你 没有你在身边 他觉得自己好像 就是缺了什么事的 什么事情都没有动力去完成 请你保持理智 别说放弃就放弃的 他是那么坚确的爱着你哦 他很肯定没有其他人比他更爱你了 他是 这个人他急了 他等不急了 他好担心你不要他了 给选到第二主义塔罗派卡来看 这个人他想告诉你什么呢 他说亲爱的 难道不可以一起心平气和合作 把问题解决吗 你在想些什么呢 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你的消息还是什么 他一直在胡思乱想 然后就开始去想 你在你是不是真计划者 放弃他不要他了呢 难道你忘了过去的甜蜜快乐的时光吗 过去的我们是那么开心 他就做不及了 很想要冲向你哦 立刻马上出现在你的面前 表达他对你的热情 他想告诉你他还是爱着你的 请你多多包涵哦 他可能就是一时糊涂 就是做了一些令你生气的事情 他很在乎着你 他还是深爱着你 他不能失去你 而他发现没有你的话呢 他日子就是不一样 失去了人生方向的 请你保持理智哦 别那么残忍的说不要就不要 放弃就放弃的 他的心在你手上 请你好好照顾他的心哦 他说我们未来还是有很多光明的 值得羁绊的好事可以发生不是吗 我们往前看吧 他知道他自己比较木讷 有很多甜言蜜语都没有这个胆量说出来 若能够可以把你挽留的话 他急了 你要他说什么他都愿意哦 他就是对你那么自在必得 他一定要让这份感情有个圆满快乐的结局 看字卡怎么说也选到第二主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要打电话给你或去探望你 很快你会收到这一份惊喜 他知道你是他的灵魂伴侣哦 不想错过你 他答应你 如果你愿意再给他机会的话 他 他怎么样都行 他只想圈着你的手直到永远 跟你在一起是快乐的 是甜蜜的 想跟你过日子 想跟你过日子的 他想用他的爱把你的伤痛带走哦 对你的情感好强 但是他不敢告诉你哦 怕你会拒绝他 给他一点时间 我们慢慢来吧 吸水长流的感情 他经常想着你哦 想起你哦 他对你的就是 令他都有一点怕怕了 就发现自己控制不了 一直会想你哦 你选到第二主义资格来看 他说亲爱的很快他会带给你惊喜哦 去给你电话 或者是去探望你 去敲你的门哦 他知道你就是他的灵魂伴侣 他真的不想错过你哦 他想做点事情 主动积极的去把你留住 他答应你 只要你愿意给他机会的话 他一定会成为你喜欢的样子 他只想圈着你的手 到白头偕老哦 除了你他其他人的不要 不考虑 他跟你在一起是最快乐了 最幸福甜蜜了 希望他能够有机会把他的爱带给你 去疗愈你的伤痛 把你的伤痛带走哦 对你的感情是非常强的 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 怕你会吓到或者是拒绝的 所以他慢慢来哦 我们就慢慢来吧 就细水长流 他要跟你发展一份 永恒细水长流的感情哦 他对你的思念呢 强盗已经吓到他自己了 他经常嘛 只想着的都是你要控制不了哦 看中文字卡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呢 给选到第二主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 对不起我爱上了你 但不能爱你只能隐藏在心里 我永远也配不上你 他总觉得自己被你嫌弃还是什么 我好像只能修守旁观的看着你喜欢别人 接着我们看这个神域白卡 有什么建议呢 给选到第二主 面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张给选到第二主 有什么建议呢 你是有福气的一个人哦 所以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一切的伤痛都可以变成爱哦 不用一直去想着自己所受过的伤 放下仇恨 会活得更开心 你的灵魂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所以多点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哦 确保自己在坐着或过着喜欢的日子 喜欢的人生 接着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给选到第二主一起来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拿到的是保健酒这一张牌卡 好你是否有得到足够的休息呢 别一直胡思乱想影响睡眠哦 还有呢就是问题根本没有那么恶劣 那么的糟糕是你想太多了 所以不要去为一些还会发生 根本不存在的问题而烦恼了 好啦这就是给选到第二主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看有什么祝福余呢 祝你与对方慢慢欢乐欢笑 好生的过每一天 还有收获一份永恒 都那么甜蜜不变的感情哦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请不要点赞 订阅分享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咱们的主题是 他想告诉你什么 抽成预备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他现在想告诉你什么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给选到第三组 他现在想告诉你什么 好了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觉得跟你在一起 好不容易走到今天 或者是跟你相遇 能够成为情人 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件好事哦 他觉得他最对的最明智的决定 就是选择了你哦 再看 跟你相处很和谐 你就是上天赐给他最棒的礼物 你完整了他 请你别再怀疑他对你的爱了 你已经是他心中的唯一 他眼中就只有你哦 得选到第三组 这个人他现在想告诉你什么 首先你主题牌卡来看 他是非常高兴 能够跟你有一份感情的 值得庆祝的好事哦 他最明智最对的决定 就是选择了你 跟你相处很荣耕很开心 你就是他心中最爱的人 别再怀疑他对你的爱了 别再吃醋了那些都是干醋 他眼中就只有你 他根本就没有在考虑其他的对象哦 看塔罗怎么说 你选到第三组 他现在想告诉你什么呢 看塔罗怎么说 他每天都盼着能够跟你见面哦 他未来计划里都有你 你真的是上天赐给他最棒的礼物 他好珍惜 你是最珍贵的 我们别再为一些不存在的问题吵了 可以吗 他心中只有你 不用再怀疑 不用再吃干醋 他认为你太悲观了 为什么你总是不相信 他是一心一意对着你的呢 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 为了打造你们美好的将来哦 他会为你努力到底的 他会鼓起最大的勇气 去克服一切障碍跟你在一起 他就是那么坚决的爱着你 不然他有前科令你没有安全感的话 他说那个已经是过去了 我们往前看吧 这份感情有很多 值得期盼的好事可以发生的 他满满的爱 他的心满满的爱 只想留给你哦 请你看清楚真相吧 保持理智的 你不难发现 他是真心对着你的 就在此刻你看着这个视频 他也在想有什么方法 去制造更多的浪漫在你们之间 他想劝着你的手 一起看世界 接下来有什么好节目 有什么有趣好玩的事情 都要跟你一起分享哦 也选到第三主意 达罗派卡来看 这个人他想告诉你什么呢 他说他对你是认真的 他未来计划里都有你哦 他盼着能够跟你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他知道他可能过去有一些前科吧 令你很不安 没有安全感 但那个已经是过去了 我们就往前看吧 他真的很珍惜你 在他的眼中你是最珍贵了 他很看好你们的感情哦 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 会有一个幸福的未来的 我们别再一直为一些不存在的问题闹了 别再吵了 只会伤感情哦 不要胡思乱想吧 他觉得你太悲观了 为什么你总是往不好的方面去想呢 他明明所有的爱只想给你 他并没有考虑其他的人哦 保持理智的 我们就别一直在 伤感情互相伤害的去说一些 根本 就吵架根本 为了问题 根本都不存在的问题而吵 他现在很打拼很努力 都是为了想让自己可以更靠近你 更能够把幸福带给你 他现在心中很多的这个爱意 想传递给你哦 想跟你创造更多的浪漫 你们之间无论出现多大的障碍阻碍 都不会影响他对你的决心哦 接着有什么有趣好玩的事情 他都想要劝着你的手一起去参与的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看资卡怎么说 一遍道理山主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需要先去处理他家里的一些问题 给他一点时间 感谢你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帮助他 心情变得更好的人 你对他而言实在太重要了 他永远都需要你哦 请你别离开他 他知道他是一个比较胆怯的人哦 就是当他要向你表白他可能变得口吃起来 甚至是躲起来哦 若他知道什么是爱情的话 那应该是你哦 是你教会他什么是爱 他真的很珍惜你为他付出的一切 他并没有把你的好当成理所当然哦 亲爱的他好怀念过去的你 怀念你们在一起的那些快乐日子 不知道一切是这样子结束了吗 他真的不想接受 他拒绝接受 你们感情结束哦 他有很多话心底话想要说 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 怕受到伤害哦 给选到第三组一字卡来看他说 亲爱的给他一点时间 他家里出现了一些问题 若你认为他在疏远 你没有像过去那么热情的 一直找你说话 越乎是乱想的他还是爱着你的 他只是家里出现了问题哦 你一直以来都那么善解人意 你一直以来都是那么的能够 令他心情变好的一个人哦 所以你对他而言好重要的 他永远都只需要你一个哦 不想跟你分开 他就是 其实有很多话心底话一直想告诉你 但他就是紧张 然后胆怯哦 说起来哦 怕自己会受到伤害的 很多话他早就想要告诉你的 如果他知道什么是爱情的话 那肯定是你就要懂他如何去爱哦 很欣赏很感谢你 很珍惜你为他付出为他做的一切 亲爱的这份感情不应该就这样子结束的不是吗 过去是那么的甜蜜快乐 好怀念过去的日子 看中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呢 可以选道理山主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 即使你不回我 我也还会等你回我的 他永远都不想放弃 我只希望难过的时候有你陪在我身边 他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呢 我上线了你下线 我下线了你上线 我上线了你又下线 我懂了他觉得你在避开他 还是他在胡思乱想呢 接着我们看这个神域牌卡有什么建议 给选道第三组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张给选道第三组 有什么建议呢 请相信吉吉哦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你别小干你做的祈祷啊 你做的你的齐心重念 都会被听见被宇宙听见的 所以保持正面哦 你是爱的那个五世 你什么都不缺哦 只要你有决心的话 没什么可以阻挡你 再看 请意识一下自己什么都不缺的 往内看脑子之主才会长了 接着我们看这个塔罗牌卡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道第三组抽一张看一下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我们拿到的是影视牌卡 影者的这张牌卡 是说你多久没有独处时间呢 你是否一直在为别人的活呢 是时候呢就是去给自己一些静一静的时光哦 去让自己的心情平靠起来 每天都需要一些独处时间哦 哪怕只是五分钟也好哦 好啦,这就是给选道第三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收获满满的爱被满满的爱围绕哦 身体健康与对方感情顺利发展的满满福报哦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请不要点赞订阅分享还有留言哦 拜拜